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分析 我也不会太深入的去分析 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奖提 其实我本来不想讲的 因为我们要大选了 我们国内的课题已经讲不完了 所以如果你讲这个奖提 你要让路给其他奖提 而且它很深入 你要花几个奖提来讲 所以我今天就先跟大家潜谈 我会突然想讲这个奖提 因为发现很多人有兴趣 然后很多人问我 可是他们连最基本20大指的是什么 都不知道 一中全会指的是什么 都不知道 我们这边做一个survey 现在有3500位在线的读友 你知道20大的全名 然后他所代表的是什么 一中全会代表的是什么 你知道的打1 不知道的打2 大概知道 但不确定打3 我们来做一个小survey 我们看看有多少读友 多少读友是真的知道这个课题 很多读友问我 他不知道 所以我来讲 所以我们给大家3秒 3 2 大家踊跃投票 等一下我才看大家的投票结果 1 2 3都有 看起来是 1最多 好像 后来的3也很多 所以都有 大家很多都 越来越多 2 全部都是23 23 23 看来是不知道的还比较多 所以这里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讲的原因 大家很关注中国 因为他们是我们文化上的根 这点是无荣否认的 它是我们文化上的根 所以中国的决体 很多人会感觉予有容颜 我其实也是也有容颜的 当然我们希望中国富强 但是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可以活得有尊严 富强之外要有尊严 而不是给人家看的富强 那是没有意义的 比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然后你家里驾大车住洋房 然后每天出去拿爱马仕包包 但是你在家给你老公打得半死 你认为这个是一个好事情吗 肯定不是好事情吗 对不对 所以当然希望你富裕 希望你过上富足的生活 但是希望你可以活得有尊严 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特别讲一下这个讲题 那二十大指的是什么 很多人不知道 以为是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其实他们也是有上议院跟下议院 只是他的上议院跟下议院 其实是不能够选举出来的 就是指派的各党指派 然后中国共产党指派多少人 民主党派指派多少人 这样子 政治协商也是一样 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政府机关 他其实就像我们的下议院 然后他们还有上议院 就是政治协商 所以他也一样是两院制 但是二十大跟这个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那二十大是什么 他的全名是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吧 就跟我们阿诺开他的AGM DAP开他的AGM 行动党开他的AGM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二十大是中国共产党 自己的代表大会 选出党的领导人 但是为什么这个二十大 你看他开会 他的隆重程度 他受全世界瞩目的程度 是远远超过这个政协 超过人大 为什么 人大是中国政府的立法机构 你想一下 他就是我们的国会下议院 他的立法机构 那他这个立法机构 他的地位还不如中国 这个二十大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 原因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之前 有跟大家讲过的 在中国 中国其实是一个 非正常化的国家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国家里面 最大的 你要维护的利益 像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要维护的是什么利益 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 或者是有些人说 宗教利益 对不对 反正国家一定是在显面的 我们要忠于军国 对吗 但是在中国 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他是以党代国 党是大国国的 我之前跟大家说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解放军 其实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军 并不是 他是共产党的私人军队 他是共产党的军队 所以解放军 他的目标 其实是要维护党的执政 而不是保家卫国 看到吗 所以党是大于国 党是优先于国的 这点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中国其实是一个非正常化国家 你明白我要带出的结果是什么吗 所以其实简单来讲 20大就是中共 中国共产党 他们召开代表大会 来选出新一届的党领导 但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党专政 一党独裁 来领导中国 所以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你可以入场 你可以入局 你可以入中央委员 这就是你 基本上就是正国级 就是国家层面 就会由这些人来引领 由这些人来领导 他们会出任政府的官职 这个跟巫统是很像的 大家还记得昨天 跟刘华财博士的直播 会客是 他有讲 以前在国阵 都是巫统内部先开会 才来通知国阵 但是他还要做这样子的一个门面勾 我巫统开了会 还要来国阵 还要来内阁会议里面通过 但其实重要的决策都在巫统里面 这个是之前巫统一党独大的情况 但在中国是连这一层遮掩 遮掩掩掩都不需要 他直接跟你说 就像他的解放军一样 我们党是大过国的 所以我们党的任何决议 包括对台独 然后中国共产党的党章 远远他的power 是比你在人大 是在比你在政协搞出来的东西 还要有power的 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明白 所以我之前有讲过 其实在中国的政治人物 他们最怕的并不是法院 法院你审判我没有 其实当然我可能要坐牢 我可能要实行 但这个不是最怕的 最怕的是什么 他们怕中国共产党的纪检委 就是纪律检查委员会 共产党的disciplinary board 就是我们每一个政党都会有 行动党也有 马华也有 民政党也有 只要你违反党章 他就可以对付你 然后他们会有双规 双开 开除 双开是什么意思 就是开除出党 开除你的党籍 开除出党 然后 剥夺你的政治权利等等 所以共产党开会 其实就相当于中国国家开会 然后它的地位是高过国家的 这点大家必须要明白 这是第一个要科普给大家的东西 什么是二十大 那第二个要讲的就是一中全会 应该很多读友也不知道了 知道的发一 不知道的发二 一中全会是什么 一中全会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 该我们说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有资格出席这个二十大 中共的二十大的 总共有2296名代表 他是各省的共产党 他们的干部 他们的组织 他们的党团 选出来的代表 当然选是内部选 你看从来不会公开票数 你多少票当选 没有 因为其实就相当于是内部指派 他们总共有2296名代表 然后这2296名代表 再选出中央委员会 共205人 这个中央委员会是在二十大里面选出来的 在二十大里面选出来 那选出来了就有中央委员会 就是我刚才讲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在礼拜天二十大结束了之后 星期一就是拜六 今天是礼拜 昨天闭幕了之后 今天星期天就到一中全会开幕 就是这个中央委员会 共产党的中委会 就像行动党的中委会 有行动党中委会有50个人 然后他们的中委会是有205人 这被选出来的中委会 中央委员会 他们会再选出更核心的24人 这24人我们就叫他入局 因为他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你入局基本上你就是中国的一线领导人了 你不是省长 不是市长 你就是部长 不然就是国家主席或者是总理 都是从这24位政治局委员出来的 上一届有25位政治局委员 今年只有24位 然后再从这24人里面选出最top的7个人 这7个人就叫政治局常委 常务委员 所以看到吗 中国的共产党 其实等同于中国 共产中共的最高权力机关 最高的是常委 7位常委 当然7位常委也会有 根据资历 根据你的资格 根据你的职位来分123456 通常谁先出来 谁就是第1号第2号第3号第4号 第1号当然是习近平 但是他们会讲这个是集体领导 集体领导7位常委 7位常委下来是24位政治局委员 24位政治局委员之后是200多位的中央委员 中央委员之后是2200多位的全国代表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党团机关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不要以为他是国家在开会 并不是 这个基本概念很多人都弄错 所以我一直说 你喜欢中国也好 讨厌中国也好 你至少要对他有了解 你不要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喜欢 不要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讨厌 这些都是不对的 所以你从刚才我讲的这一连串来看 你可以看到 其实就跟之前的巫统有点一样 但是之前的巫统他还要遮遮掩掩 他不能直接说 我巫统又等于国家 不能 但是在中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不要双重 如果你认为巫统这种党政不分的情况是对的 是对的 那你当然可以说共产党这样子 中共这样子做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大力的抨击巫统的这种行为 你有什么理由把这个更赤裸裸的党政不分来支持 连军队都是党所领军的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点我要告诉大家 那当然有很多人问我 红律师这些人是怎么选出来的 其实你看不管是常委 不管是中央委员还是政治局委员 这些他都没有公开任何的票数 其实都是内部协商 其实你看他们开会 你看他们开会 根本其实全部是根据脚本来走的 就是主席支持 然后工作报告 我上一届我做了什么东西 要大家通过 大家有在党有在组织有开过会 应该都知道了 他的程序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但他在中国共产党 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不会有反对票 有时有一票两票 但绝大多数时候是完全没有反对票的 所以他的整个会议过程 就是一个走过场 跟着脚本来走 跟着脚本来走 然后来完成他的领导层换代 领导层换代了之后 这些七位常委 包括24位政治局委员 他们就是未来中国的领头羊 他们的领袖 除了选出这七位常委 非常重要 其实之前有九位过后来减少到七位 这七位常委 他就是中国未来的领导人之外 其实这一次的20大 在昨天闭幕的时候 还有修改党章 他修改党章 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 全文还没有发出来 但是据开会里面所讨论的 其实第一当然就是要确立一国两制 确立坚决不同意台独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两个确立 要在党章里面加入两个确立 你知道两个确立指的是什么吗 就是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他们要把这个写进党章里面 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然后这是第一个确立 第二个确立是确立习近平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这两个确立都是习近平为首的 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习近平其实大权正在聚荣 我之前在讲六四事件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有讲过毛泽东吗 毛泽东走了之后 其实有四人帮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四人帮作乱 然后就有华国锋 他把这个四人帮 短暂地成为国家主席 那你知道华国锋最著名的两个凡事 他有提出过两个凡事吗 就是你看现在这个两个确立跟两个凡事是多么多么的相像 还记得我讲两个凡事的独有可以发个嗨 我之前讲六四的直播的时候有讲解过 两个凡事你听起来是很荒谬的 就跟刚才两个确立是很荒谬的 你竟然要确立某人成为领导然后要写在党长 两个凡事也一样的荒谬 他的荒谬是什么凡事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 这是第一个凡事 第二个凡事是凡事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欲的遵循 看到吗两个凡事 所以华国锋他打着这个两个凡事上台 但他这两个凡事输给了邓小平 什么真理检验 我忘记全文这样讲了 就是我们要实际的行动 要去核实 要去做检验才是达到真理的唯一标准 完整的字句我突然想不起来 大家可以打在留言处给我知道 所以他另外一个事情要修改党章 不管是修改党章也好 不管是这次的常委 常委已经出来了 团派全部没有 除了习近平以外 六人全部都是习近平派系的人 他的浙江旧部 他的福建旧部 他的同窗 这些全部都是习派 有浙江派 有福建派 然后还有 现在被通称为习派 全部都是他的人 所以习近平更确立 他的大权带我 唯我独尊的情况 刚刚我有讲到 205位中央委员 其实在中央委员选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大爆冷了 他爆冷什么 就是去年的常委 也是七位常委 竟然有四位 是没有进入中央委员的 中央委员之上 还有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委员之上才到常委 所以这四个人 其实是一下子连跌三级 跌一级 跌两级 跌三级 连政治局常委都 不是政治局常委 连中央委员都入选不了 200多人 他们都入选不了 这些人是谁 李克强 汪洋 韩正 栗山苏 李克强 汪洋 他们都是团派的人 就是胡锦涛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的胡锦涛 胡锦涛是共青团 团派 其实共产党里面 也有很多派系有上海帮 上海帮就是以江泽民为首的 然后有福建帮浙江帮 最主要的带头人马就是习近平 现在已经统合为习派了 江派习派 然后还有一个团派 团派就是共青团出身的 共青团它的特色是什么 他们基本上都是知识青年 都是有很高的学历 然后他们是没有背景的 不像这些二代 然后像习近平就是红二代 他爸爸是行动党不拉 共产党的创党元老 习中勋 然后像之前的薄熙来 他爸爸的薄一波 这些都是他们都是红二代 所以你在里面会贫富青云 因为跟明朝的时代是一样的 他的官僚体制就是这样子 你跟我是同乡 我认识你爸爸 以前你爸爸提携我 那我现在就提携你 这个就是没有民主 必然会产生的情况 像以前曹操 曹操为什么举一个孝险令 就是要广招天下 以前东汉他们有一个孝险令 就是要举孝联 你是孝子 你是连结 你是一方上出名这样子的人才 我们就可以给你来当官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原因就是那时还没有考试 还没有全国考试 那个是随朝还是晋朝才开始的 还没有全国考试 所以他们要选官员 他们就要用这种查局制度 就是由上面的官员去考察 然后再推举 我们叫查局制 考察推举这些人才上来 现在的中国 其实跟东汉末年三国时代 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基本上也是查局制 而查局制的弊端是什么 如果我是查局的人 我一定会更加提携 我跟我亲戚 跟我认识 或者是跟我同乡 或者是跟我有connection 有关系的人 所以自然都会有这种裙带关系 所以胡锦涛上任的时候 团派是身世大长的 江泽民上任的时候 上海帮是身世大长的 因为江泽民以前主政上海 然后他在上海的时候 他有拉了很多下面的人上来 所以一系列他的亲信都在那边 那习近平 他是主政过福建 主政过浙江 然后他的派系 像现在陆长的那几位 其实都是跟他当年 有共识过的情况 所以基本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就是可悲之处 这个就是我一直讲 选票民主 其实并不是最好的 确实并不是最好 因为大多数人不一定是对的 大多数人不一定是理性的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没有民主 那就会是这种茶举制 而茶举制是永远都轮不到你的 你是贵族 你就永远是贵族 他们会提携 只要你不得罪 我不得罪你 我们一起开心 你提携我儿子 等你儿子上来了 再提携我的儿子 这样子一层一层下来 那我们两家都会好 所以这个真的是 一个非常错误的事情 大家必须要明白这一点 所以民主虽然不一定好 但是民主至少可以做到你一人一票 人人平等 你不会有什么红家 红世家 就是像习近平 他们这些红二代 或者是你富家子弟 你可以让自己更容易 在政治里面平步清云 一模一样的道理 所以千万不要 当然更可恶的是血缘姓氏了 只要是你的儿子 只要你有这个血缘 你有他的血统 你就自然可以当高官 你就可以飞黄肯大 这些都是不应该发生的 你看在不管是古代的茶举制 还是现代的这种推举制 就是有中国共产党自己这样子推举人进来 他们是小圈子来推举 他最大的弊端是什么 最大的弊端是 你平民老百姓挤不进这个小圈子 这是最可悲的地方 而他们为什么不让老百姓 可以参与到这个过程里面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我相信很多人也抱持这样子的看法 中国这么多人14亿人 很多年字都不识 你要怎样给他们 有些很穷 有些很有钱 然后有些很偏乡 你要怎样给他们一人一票 你看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他的潜台词是 这些人太笨了 太蠢了 我们不可以给他选票 怕他做错事情 可是你想一下 在独裁制度之下 是人家来告诉你 你笨 你没有政治权利 你不应该参与到政治里面 但是在民主里面 没有人可以讲你笨 而掌握这个讲人笨的权利 你说他们会放掉这个权利吗 既然他们握着这个权利 他们当然要紧紧的握紧 所以就要牢固自己的亲信 牢固自己的身边人 然后小圈子就自然形成了 所以独裁跟民主 虽然民主不完美 但民主还是现在最好的体制 这点大家必须要明白 所以你拿马来西亚的情况来看中国 大家千万不要双重标准 不要换了立场就换了脑袋 我知道大家都很讨厌巫统 那如果你讨厌巫统 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是比巫统 更透明 更赤裸裸 更恶劣 上百倍千倍的 你有什么理由 不讨厌 当然有人假 共产党在中国带中国富强 巫统之前也有带马来西亚富强 马来西亚以前有过亚洲小股 黄金十年 在97年金融风暴之前 马来西亚是每年都有接近10%的经济成长 6% 7% 8% 9% 这样子的经济成长 当时任何人去买股票 你都会一夜发达 一夜支付的 这样你有钱丢进去 翻一翻小事情 翻两翻三翻 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看到吗 不能以这种事情来讲 我们还是要就事论事 回到它的根本 那我讲完这些基本之后 让大家有一些基础认识 如果有机会 我会再深入讲 当然还有一个是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的 就是讲这个胡锦涛 就是我们团派的老大 而不是我们 团派的老大 胡锦涛被劝离的事情 我先给大家看影片 这个短短两分钟的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得到吗 看得到的独有 发个信 打个E给我 给我知道 看得到吗 有声音吗 你们可以看到 胡锦涛被要求离开 然后他要拿这个小纸条 他要拿这个白色的纸条 是不让拿的 在他旁边 递这个红色的公文 给这个随护的 是栗战书 以前也是习近平的亲信 但这届他没有 进入中央委员 更别说路长 你看胡锦涛是非常的不满的 你看他的表情 但他最后还是站起来 被拉出去 你可以看他的衣服 是被非常被出力的拉 所以有人在洗地 我在这边先按停一下 你看到这边 胡锦涛要坐下来 但是他们不给 所以从这里很多网络上 你可以看到洗地 在说你们在看图说故事 说其实胡锦涛并不是被强拉出去 或者是被欺负 并没有 他是身体不好 所以他们拉他去旁边休息 这个是共产党方面的说辞 但你只要去看这个影片 就知道这不是事实 当然这个影片还没有完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你看你注意看他拉 你看胡锦涛 你看他到现在还是不想走 你看他又想要坐下来 但是他们不给他坐 然后看一下习近平的表情 看一下李克强 李克强旁边这位戴眼镜的 李克强是胡锦涛的团派 胡锦涛是团派的老大 李克强也是团派出身的 你看他很不愿意的走 他要推开他的手 但不成功 然后习近平的脸 大家可以看 你看你看他的衣角 被拉着的衣角 他跟胡锦涛 跟胡锦涛跟习近平 不知道说了什么 好那影片就到这里了 然后他拍了一下李克强的肩膀 所以 所以很多人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胡锦涛胡锦涛是上一任的国家主席 他做了两届十年之后 他pass给习近平 而习近平并不是胡锦涛清点的接班人 有看我之前直播都讲 中国有一个隔代接班制度 江泽民点胡锦涛 然后 江泽民点习近平 胡锦涛就点胡春华 都是他们团派的人 那胡锦涛是由邓小平所指定的 所以有一个隔代接班的机制 所以他是习近平前一代的中国领导人 但是你看到现在这样子的情况 他很明显是被强拉出去 不要去相信那些中国党媒 所做出的报道 他们可以睁着眼睛说下话 这是没有言论自由 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之前一直说 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 千万不要相信他的官方代表 官方说辞 像之前在英国发生 大使出来打人 中国的大使官 中国大使还是中国参战 跑出来再打外面的示威者 然后把其中一个示威者 强拉进去打 然后他们强拉进去打 有影片拍了 第二天他们出来解释是什么 说是这个人自己跑进去里面 要偷跑进去里面 所以被我们抓到我们才打 但是影片是清清楚楚 他是被强拉进去的 你看一国之外交都可以 这样子睁眼说下话 你想一下他们国内的媒体 会怎么样的情况 所以刚才 我按错 刚才胡锦涛被拉走的情况 很明显是被拉走 他自己是没有意愿要拉走 而且你看他的手还是非常有力 然后他自己站起来也是有力的 所以要说他因为身体不适 他不舒服 他生病 无法在这个会议里面 因为已经在闭幕室了 无法完全参与闭幕室 所以要请他出去怕他晕倒还是什么 根本是不符合逻辑 而且他本身并不想走 然后你看到一开始习近平有压着 那个白色的一个记录纸条 那白色的应该是记录纸条 红色的那个是他们的议程吧 我猜应该是他的议程 所以那个红色的给他拿走 但是那个字条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有两件两个谜团 第一个就是有三个谜团 第一个当然就是为什么他要被这样子 耻辱性的压出去 硬硬被拿走 第二个是那个纸条到底写了什么 他要拿不让他拿 习近平还特地压着 本来他已经拿到了 习近平还特地压着 大家可以自己打回去看 然后第三个是他跟习近平说了什么 习近平还点一下头 然后他才走 走了他还拍一下李克强的肩膀 就是你自己好自为之的感觉 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猜测的事情 是一件大事 那我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你看一下昨天的闭幕式之后 今天一中全会出来 常委会出来之后 你可以发现习近平 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权威 不可置疑的 我刚才说 两个确立跟两个凡事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就是回到毛泽东的时代 把习近平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所以他现在 让胡锦涛这样子出仇 而且胡锦涛这样子出去 除了栗战书 有不让他们拉 有要说服他 要跟他接触 你看其他任何人 坐在前面的都是元老 都是之前的常委 或者是之前的国家一级领袖 共产党的一级领袖 没有一个人 是站起来对他致意的 没有一个人是去阻止的 没有一个人 是去跟他说任何的话的 所以你说这个是突发事件 我认为百分百不是突发事件 如果是突发事件 习近平不可能坐在那里 不可能坐在那里 你说胡锦涛要晕倒了 胡锦涛不舒服 你送他走 你们应该要 至少要起立一下 对不对 他是你的前辈 他是你的领导 江泽民朱镕基没有来 其实在里面 辈分最高的就是胡锦涛 可是他这样子被压出去的时候 你看全部人目无表情 连习近平都是目无表情 然后没有什么表示 只有栗战书在这里 把他的文件递给那些随从 然后安抚他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政治的现实面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其实这个就是权力扩张 必然会产生的事情 因为你想一下 在独裁 在比如皇帝时代 你要怎样树立自己的权威 你要怎样树立自己的权威 就是要给人天威难测的感觉 你不可以知道我皇帝的思想 你知道我想什么 你就不会怕我 什么东西最可怕 未知的东西最可怕 为什么我们会怕黑 因为在黑里面 我们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在我们面前是未知 会不会有一个鬼跑出来 会不会突然跳出来一只狗 会不会突然有人拿一把刀来捅我们 就是这些未知让我们可怕 而不是黑暗让我们可怕 为什么以前的人这么怕皇帝 因为皇帝是天威难测的 为什么曹操 他 我在讲回曹操的故事 知道三国人都知道 曹操是会梦流的人 他是会梦流的人 然后他晚上睡觉会踢被子 他旁边一个太监是很 对他很忠心根根 看他踢被子 怕他着凉 他就把被子 拿起来去盖回他 然后曹操怎么说 跳起来一箭把他杀了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 他后来讲 我杀了他是因为我在梦流 一有人 我晚上会有梦流症 所以即便你是对我好的 我不知道你是对我好的 我在梦流 所以我就杀了你 所以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要靠近我 这个就是天威难测 他要塑造出这种形象 习近平现在在做的东西 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在独裁阵体之下 必然会出现 他要给大家害怕 给大家知道 我是不可捉摸的 然后用胡锦涛来立威 你看他现在已经是 毫无意义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也必然是中国的国家主席 然后而且是毫无任何撤走 以前在胡锦涛 或者是习近平开头两届 你看里面有团派的人 有上海跟上海派 像栗战书有讲跟江泽民 其实是很cross的 有上海帮的人 各派系的人都会有一个代表 或者是两个代表在里面 体现出我是包容的 但这一次的七大常委 清一色全部是习派的人 连本来隔代接班 由胡锦涛所选的 这个胡春华 本来习近平下位下台 就要胡春华 本来只有两届 就要胡春华来的 但是连胡春华年24个政治局 入局他都没有进到 政治局委员他都进不到 更不要说常委了 他只进到200多人的中央委员 所以这是你问我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权力的示范 拿到权力的人就要展示权力 就要运用权力 然后要让你害怕我 这个是跟民主第二个最大 我刚才讲了一个 这个是第二个最大的差别 你独裁你就要树立权威 树立权威就要把自己弄得高深莫测 让大家来怕自己 那全部人才会安分手机 才会来奉行我 把我奉为领导人 这个是跟民主不一样 民主是要讨好你 你要讨好你的左右手 你要讨好人民 你不能以这样赤裸裸的方式 来展示你的权威 你胡乱的展示权威 人民会觉得可怕 可怕就不把票投给你 为什么你的权力可以拿来这样子用 所以这是两者最大的差别 所以很多人说习近平第三届 我不觉得习近平第三届 我觉得习近平会做到他不想做为止 做到他不想做为止 而且他打破了这个规章 七上八下的规章 我直播都讲过很多次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潜规则 就是七上八下 67岁的还可以上 还可以继续入场入局 但68岁就要下来了 你不能再在前线了 你只要退休了 这一次是直接打破这个七上八下 习近平已经超过这个年龄了 然后还有里面政治局委员 包括这个王岐山 他们都远远超过这个年龄了 那还有两任制 也是不成文的规定 也被打破了 习近平现在展开他第三任 我相信还会有第四任 第五任 除非他突然有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这个就是权力的可怕出 为什么我们要推行宪政 我们马来西亚是君主立宪 也是宪政 宪政是有一套法律来规定 清清楚楚的写明 国家主席不得坚认两任 然后共产党 你不能坚认两任 等等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你看刚才我提到的 都是潜规则 都是潜规则 他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互相制衡 权力平衡 大家都有一样的权力 导致你不敢乱来 但是有时会出一个强人领袖 就像习近平他通过防腐畅联 把自己的权威树立起来之后 打了很多大老虎小苍蝇 全部都打 然后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之后 他的权力扩张了 那他的首要目的当然就是保住这个权力 所以这些所谓的潜规则 你看邓小平精心设下的种种限制 一下子就被完全清除到完 中国又回到了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 肯定有人会讲 毛泽东也没有什么不好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太阳 中国共产党的神 你看一下什么叫大跃进 你看一下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然后有多少人饿死 被批斗死 被打死 然后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有多么的惨 你就可以知道 把领袖当神 把领袖当终身领袖 是多么荒唐荒谬的一件事情 远的不用看 你看一下朝鲜 朝鲜就是把领袖当神当太阳 不可取代的一个国家 你看金正人 看一下他的国民 他的先军政策 就是所有的钱 我们先要给军人 剩下的我们才发展国家 给人民 我们要把国防先搞起来 他这个先军政策 让人民每年都要面对饥荒 每一年都有面对饥荒 并不是什么干旱 或者是气候异常才有期望 所以这个是独裁必然会出现的恶果 所以对于任何人 对这个独裁有心向往之的想法 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当中有多少 民主就像空气 自由就像空气 言论自由也好 我们的集会自由也好 结社自由也好 你要加入什么党就加入什么党 你要组建什么党就组建什么党 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与生俱来 所以他对你来讲就是空气 我们你看我们空气一直在我们身边 所以我们不会觉得空气有多重要 但当你去到一个没有空气的地方 没有氧气的地方 真空的地方 你才会知道没有空气真空 其实多可怕的情况 你一分钟两分钟你就会死亡了 所以大家明白这一点 你看我为什么不要讲这个讲题 一讲讲了半个小时 还没有讲完半个多小时罢了 所以我们暂时讲到这里 有机会再更深入的跟大家分析 这七位常位 然后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 但是有机会了 现在我们最优先还是留待 我们的马来西亚选举时下 这是讲过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